既美医学中心经营医疗到老年医学科的医疏叶俊庭标诗 万生一般是现在社会最大的健康条件 你个人不好的生活习惯 也有可能的身为地平的原因之一 虽得饮食的稀化和高热量 含糖能饮的社区 让台下清晓军的年轮站越来越下降 新出一名三十二岁的南省 因为蜂蜗性组织员 担他们来接受治疗 当时还发现血糖偏观 后来透过因此和运动的围教 改变别人的生活形态 不定两个月后减重16公斤 而且糖化学色素也控制在正常的范围 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饮食 因为一开始其实有建议他要打一刀素 但是他就是坚决拒绝 那我就说那我们就是使用口服药 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对于口服药 使用在他这么高的一个血糖 糖化学素11.5这样的一个患者 其实我不是很有信心 但是他就是非常认真的跟我说 他一定会改变他的生活形态 那我一开始使用的药物 也没有很强 那但是他就有每天的一个饮食的记录 加上两血糖 那我有跟他说我有一个light add 一个粉丝 一个管理的一个程式 那我跟他说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跟我讨论 或者是你有饮食的情况 你也可以跟我讨论 他其实经过两个月 他的一个血糖就马上就达标 然后体重也是真的下降很多 一个月8公斤 我其实也没有特别使用很多 很强的减重药物 他其实单纯就是控制血糖而已 衣书表示生化形态的衣服 是一种衣条经生化风险 来运动一般 透过健康的衣服 运动 压力的管理 穿着的困民 偏面有这些物质 跟社交互动顶 担担民众来共化 就会可以帮助运动 甚至是治疗很多万兴一般 带我们新闻人跟 彩虹报道